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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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些股票都是我之前跟你讲过的 包括近期我们的股票也很强 包括哑光也很强 测表都还可以写不下去 所以河粉你都有进财了吗 有进财的话恭喜你 如果没进财快点来 我们还是一档接着一档 夏令营 暑期标股班都还是在进行中 那今天7月15号了 7月份已经过了一半 跌了37点 那些小跌这个地方37点 实际上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股票涨停板的啊 所以选股还是自胜的方向 那当然这行情跟大盘会跌 已经算是很跌 因为川普这个战争也是大家都知道他预袭嘛 就是不影响多头的格局 那台股仗最重要是聚焦在7月18号的台积会 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半导体的仙装制成CodeWords跟苹果还是主流 就怕他不跌 就怕他不跌 我真的每天在等大力光跌 光学股嘛 光学股这一波真的是很给我 给我们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那当然代表什么 我没有领先市场 没有领先市场 你怎么赚得到钱 大家看他涨上来利多出来的时候 你赚的时候要买什么位置 那离我们都一大段距离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把它拼回去 我觉得倒不如你来当我的家人 什么是家人 就是一起嘛 家人 会员就是家人 那家人就是特别要照顾 那朋友嘛 就是朋友 朋友我们还是嘛 也是会情意相挺啊 但是家人是责任的开始 是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你了解清楚 所以有很多人说 都是到现在还是在那边 糊里糊涂的一天过一天 怎么说很糊里糊涂的又过一天 他说这行间涨什么啊 怎么涨那么多啊 每次利空来的时候 给你机会你就不愿意进 上个礼拜跌五百多点啊 礼拜五啊 所以现在大盘的振幅会越来越大 所以有些人看到上下振幅一千点 你心脏要好一点 要不然跟我们站在同一边 因为大盘的涨跟跌 个股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是个股的轮动 轮动 你这波行情没赚到 你这枉费来此生 遗憾终生 终生遗憾 我跟你讲真心话 你这好好多赚一点 7月15号今天重要什么日子 宝瑞三年内当挤身全球CDMO前十大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消息 本来就一定会了 那它叫什么 生技业的台积电 那台湾尤其现在是什么 生技产业将来会是我们台湾的 下一个兆元产业 你也知道我们的总统 现在总统 是很重视这个生技的 那生技股也不是说不能发展 而是说生技股的发展 我认为台湾应该 还是要看宝瑞 你不要乱买生技股 生技股实际上有些是假象 假象的 在台湾的生技股的确 没有像我们的半导体 它不是像台积电一样 可以挤身全球的 第一名的 我认为这个地方 他盯过什么药证各方面 现在路还蛮长的 所以里面还要烧很多钱 所以当买最好的 最有钱的公司就是宝瑞 接着有股仁就轻松涨停板 所以股仁说今天 如果今天跟你讲到 我觉得我不对 我五六百的时候 六百跟你讲 你也不相信 涨得很慢 最少有钱赚吧 今天已经涨停板了 946块了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因为他一直并购百年药厂 所以他一直利用并购之下 让他的公司的成长 走遍全世界 所以现在7月4号 又有个亚洲生技展了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该涨停啊 当然该涨停啊 我是不是告诉你 深情股王会创新高涨不停 那当然这次之前跟你讲 7月9号就来了 然后来个八九 我说九百块 现在他搞不好 还会再创历史新高 我跟你讲真的啦 因为台湾钱太多 这是台湾的资金 就是走轮涨轮动的关系 但是你不要追 千万不要去追股票 我们这种股票买在哪里 我们是买在六百多块 最高买到六百九 那你出什么赚钱 随便买卖 买卖 赚多赚少一定要赚的啊 所以买对股跟买错股 就这么差这么远 你怎么看他就觉得很贵 我怎么看他觉得很便宜 你说老师那今天这样便不便宜 我觉得今天涨停板这个位置 讲实在话也不贵 也不贵 但是我不会买 我就不喜欢买涨停板 你说你这个很奇怪 你这要不贵吗 诶 我会选到宝瑞 我不会选到下一档 宝瑞跟你一样 这么好的股票 来升级股给你吗 一定要叫你去追宝瑞吗 最少曾经 我是这样跟你讲的哦 不要小眼睛 他八百块的时候 还跟你讲说 他这档股票 不是这样跟你解决掉的哦 所以你格局越大 财富就越大 所以你要放眼全世界 行遍天下 这不是三元两瑜可以跟你谈 这的确实要我需要一点 Gas 包括你的一个 你的眼光 包括你 当然这跟经验也有关系 还有 他跟着对人做对的事 就很 就这样最简单 最简单 只要眼睛好的帮你看清楚 眼睛好的在谁 当然是我啊 我看东西看蛮准的 我看东西看得很准 为什么你看不懂 我看得懂 我为什么会选 我会选保瑞 答不出来了吗 好 那保内斯 我那时候觉得666还不错 那我买完 保瑞里面马上涨 我买666 这个名字不错666 未来我要买888 发发发 我这一关买了695块啊 这四月初的时候买的 也是等很久啊 反正做什么事 再怎么样等很久 都比你把钱摆在银啊 或买那个 买ETF来得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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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股票这样子一路 就是那时 就一样信赖行情啊 不知道中天朋友会不会信赖行情啊 因为基本上 是民进党的时代嘛 但是你还是要跟你荷包看紧一点 实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政党之分 就是钱赚越多越好 而且我们中天的投资朋友都非常单纯 都很始终 我也很喜欢大家 所以我特别都把一些好的股票 鼓励大家一定要做动作 不要受那个什么 谁当政去影响 我跟你讲 他当政还是要钱啊 难道你不要钱吗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名店 7月8号的成名店 6月营松9.13亿 年增96.67% 创历史新高 那时候的成名店 也是在我之前都跟你讲的 好那7月15号今天要告诉你什么 他成名店第二季的 就是第二季的毛利率抗争嘛 下面的伺服器还是需求 这就是我一直持续在4月中旬 有跟你讲明日之星明日之星 我看它为成名店嘛 就是明日之星啊 有买就有赚啊 这以前我的资料啊 这不能骗人的 大雅我就给你去掉 我说大雅你不要再买 就买下一档啊 虽然大雅没什么跌 但大雅目前就 我觉得它的空间就不大啊 不像成名店它会创历史新高啊 那这样成名店主要就是 伺服器的机壳需求很强大 那包括水冷机柜再出货 那连两天的涨停办 也让大家见识到我们的领先 我们的团队是一个领先的团队 那我靠什么赚钱的 我告诉你真的啦 在世界上赚钱就是最简单啦 怎么样领先 你领先了解考题在哪里嘛 你就会考100分嘛 这个是这样要作弊也不是啊 本来就有人知道考题啊 做什么事人都不知道 那个内部的消息喔 这就是你要来找我的原因 因为毕竟我们是团队 我们本身有很多专业人士 会帮你做成的做把关 你不要浪费时间 看那个现行 或听名牌啦 那是你的钱耶 你的钱有些输到哪里都不知道 有些人掉在水里 蹦一下而已 一身一二什么都没有 诶 真的有些钱赔起来是很可怕的耶 多头隔紧里面多少人赔钱你知道吗 不是做空的赔钱是做多的 所以你要买对股跟对人 成了成明天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那次跟你讲的时候 难道是这个价位吗 70块左右而已 70块左右 持续涨停板创新高 7月11号也是 上个礼拜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很亮眼 很亮眼 到今天还是很亮眼 好 所以现在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当初我们为什么跟你讲说 这个新闻已经出来就是 因为它是切入广达的供应链 它是机壳嘛 那伺服器的广达的GB200 伺服器9月要量产了 所以这里面的供应链是谁 3013的成明天 也不是现在跟你讲的 确实是喔 那时候它在哪里 那时候价钱还在70几块而已 所以全部都有啊 你找来找我 就找多赚一点钱 你晚来找我 中文有些人也告诉我 我就是参加什么 舍不得啊 怎样啊 就一直赔啊 奇怪就很奇怪 我就常问你 你参加一个老师他没有办法赚钱 就是为了那个慧琪还在吗 好了一句话 慧琪帮你吸收了 请你赶快来啦 不要在那边找对人跟对人 包括你跟那个有福气的人 你才赚得到大钱 真的阿里布达的 真的 不要再白白浪费你的 你的白花油啦 真的不要再浪费了 好 那你看这都是我们跟会员的互动 而且都是很 都像我的时候 那时候眼镜还刚开到 你也知道的 不太好戴眼镜 他就打电话进来 我们就跟他说 就是陈明店啊 3013啊 70块左右 这也不能骗啊 4月19号左右 陈明店70块左右啊 对啊 到现在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再买70块 你100块都难了啦 而且77块以下 我们还在5月份的时候 又在买 因为有时候他会整理整理整理 有些股票在底部的时候 他会常常进三推二进三推二 所以我们也不会什么 马上叫你去追 因为有时候你资金部位不大嘛 所以常常说人是英雄 钱是胆 你要多赚很多很多的钱 你才可以什么 看得懂未来的方向 包括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什么 才会有信心 你刚开始当然会怕啊 所以我会保护你 把最好的讯息 第一个供应给一些没有赚过钱的人 所以你跟我谈一谈 对你是有利的 我不是按你那个会费 我对会费没什么感觉 我还常跟你讲说 不要来参加我清单的会员 你如果没有1000万以上的资金 不要来 你只要参加特别会 我一样会照顾你 我跟你讲真的 那普通会员的话就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看抗讯 最多大碗 那你就自己分辨说你什么股票要进 就是这个比较有点 你有本事的参加普通会员也不错啊 普通会员也不错啊 又很便宜 最多大碗 那当然最好是参加特别 那清代的目前的话 我要看情况不是你要参加 我就要给你参加 清代的会员我要选择 一些我可以 因为清代的会员这个有时候 那个是一种 你如果有钱有时候你不配合啊 我叫你做东你要做西啊 你不愿意配合就是 而且股票金不在于多 虽然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清代会员怎么才可以参加 我最好不要参加 但是如果要参加最少 你资金要有一千万以上 还有你资金少也没关系 就是你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一个口令 不能我叫你去动 哎呀可是人家跟我讲怎么样啊 你只要跟我讲这句话 我觉得你就不适合 就不要来参加 因为这个清代会员 虽然比较贵一点 但我认为太便宜了 因为都是第一手讯息给你的 第一手讯息 而且你要随时找我 这是我个人在帮你做服务的 那那那那那那 你的服务人员就是何淮珍耶 那我何必呢 我有这么缺钱吗 所以啊 请你投资朋友 你可以好好地想清楚 不是我一定要叫你来入会 是因为你没有找我 你就赚不到钱 随便你相信 这以前我都跟你讲 跌不回去啊 这都以前的资料啊 让你再证明一下 我们不是现在 我们的股票可以 可以长长久久 抱得越久 赚得越多 直到我叫你不要再买 因为现在行情当然有些已经 它最近在轮动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 你要小心 不要一直追我的股票 股票 我的股票 要追有我帮你追的动作 但是当它结束的时候 那也是 不用跟它客气 你就快狠准的把它 获利放口袋 我会带你做 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不是只会 在买股票 最重要的是说 我怎么样叫你去 换股 把我你的股票 到一个时间点 已经满足点的时候 不应该这样 一直追追追的时候 嗯 当然啊 一定要把它 一定要把它获利放口袋啊 好 这个地方说 投资朋友知道说 我们的做法就是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而且只准 买我 跟你讲的股票 不要随便去听信什么 那个 那很多西围 买了一大堆 老师我这可不可以买 每次你问我 可不可以吗 我一定告诉你 不可以的 因为不是我规划的 我的股票 规划的过程 都是有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而且有时候规划上来 是半年以上的 这也是以前的成名店买的79.2 好 那今天这样 近来又有一档股票也不错 跟大家再分享 玉邦 649的玉邦 它也打入灰达GB200的供应链 跟成名店一样 也是属于都是 就是哪路 灰达GB200 快要9月就要出货了 所以这是盘中的新闻 但是上个星期 你知道不是很好吗 上个星期 我们就买在哪里 7月10号162 157.5还可以买 7月11号162就不太好买 我是买162 坦白跟你讲 7月11号16 左右是比较不好买 但162.5 它没有来162 第二天的时候 就没来遗留了 所以你要把地方留下来 留个line 这才是真正早知道的人的 受惠股 因为有时候我知道 要买哪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先让你 因为低档的股票 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最低档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给新会员 一些刚刚进来需要赚钱的 我们会把这个 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大家都人人都有一些机会 可以参加 我们的第一手讯息 那这个地方 当然一定要你把手去办 我们没有再做 也不要老是问我 那我现在想参加你的会员 那你要告诉我 什么我在参加 拜托啊 我做人有这么 这么样的落差吗 有需要这样子做到这种程度吗 拜托你来参加 我拜托你不要来参加 跟你讲真的啦 我单单靠我们客户的续约 因为客户续约才是永久经营嘛 所以真的我不会在乎 如果你的格调跟我不一样 你的格局不够大 老师把我投过老师当做什么 当做好像是应该是一定要帮你服务的 那请你常常去看新闻台好了 很多人在报股票而已 很多啊 很多人在报股票 很多迷人也在报股票啊 他也没分析师的执照啊 就是用嘴巴跟你讲的 你就喜欢听 你就多听一点好了 我这个用恭喜 那像玉邦的话 是今天公开跟你讲 这档股票未来也会 非常的让你吓一跳 那当然这档股票 目前是162 162 那边附近买的 我已经跟你讲了 所以你当然在这个附近的时候 不能看坏它 当然不能看 而且包括7月12号 我们也再次跟我们的会员讲 跌了530点 没有跌到我们的股票 那玉邦一样持续大涨啊 所以什么 大盘跌 选股比较重要吧 你选错股哪有钱赚 而且那天大盘如果跌530点 你还想买点那个低档的 今天涨停版的那个成名店 也没有啦 还有什么 保瑞没有啊 那你的玉邦呢 也是啊 所以没涨停版 它那只已经来到178了 今天不要像涨停版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 要靠这种有跌的时候 才可以买到一些 真的未来会大涨特涨的股票 这个有时候 背后迷人的题材 我都准备好了 只是不能马上公开 一公开之后 我的会员就买不到 我的家人就没有办法买到 真的 所以说希望你想赚钱再来加 真的想赚大钱再来找我 如果你说 哎老师我就没有钱 我就为了要赚钱 我真的很想赚钱 那你就 那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赚到钱 可能是你的个性一直很害怕 有时候需要花一点时间 把一些 因为赚钱在这个投资里 买里面 金融业里面 是唯一你这一次可以 财富从分配 所以你一定要操作股票 你不操作股票 我给你讲真的 你枉费 在股市市场 几乎很多人待了一辈子 一场空的 只有靠这一次一次 把它加倍奉还 这一次真的可以加倍奉还 你也好好要把握一下 给你看 7月10月最低的168 我都这样不骗你的 178跌我 7月12号 大蛮大跌了 它还涨 涨啊 收盘也收到168 也还好 还不错啊 今天你要买168也没有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 大力光这个地方 人家喊价喊到3880块了 真的 你会不会听他们的呢 听我的就好了 对不对 听我的到现在 大力光总要赚最少一张 150万以上 1800 对啊 真的 225我就叫你进场啊 赚100块 如果不小心来到3800 这机会很大 因为他现在没进入旺季 就已经这样压不住了啊 这都之前我们跟你讲说 我们你先告诉他的利多在哪里 当然他也不是 那个时候也是2500啊 也不是没跌下过啊 但你们发现到股票 很多人股票跌下去就涨不回去了 我的股票跌下去了 就只要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你会赚更多 你就会赚更多 你看现在到现在不是很棒吗 尤其他有利空出境 不赚可惜 我也跟你讲过 什么利空都知道 每个人那时候吓死了 眼泪都快掉出来 我这有什么好怕的啊 我再买 老是当不好 当不好 这样当不好 2200买不好吗 而且我公开跟你讲 利空出境不赚可惜啊 也有很多人看我们觉得 真的那时又是因为不是你的会员 第二是有点担心 没关系啊 以后 请你 请你早点来找我 最好是早点 9点钟之前 早上之前 就下定决心 好好跟我当家人 让我们一起创造获利 这是我的希望 也希望你赚很多很多钱回去 因为我有钱 哎 赚钱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你说赚钱钱很重要吗 哎呀 你赚到钱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不一定说你要花很多钱 那你赚到钱那种感觉 我不可 你自己感觉啊 你每天都充满得非常有活力 这种成就感了解吗 而且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你看有钱哪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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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愁眉不展的 这边痛那边痛那边哪里不舒服 除非他 他 当然有些人他说他很有钱 但他不舒服的原因在哪里 可是 这个有时候 才来生弱吧 我只能这样讲吧 我有些常会生病 但是我生病是 是 小病啊 都是一般是压力过大 我们那是高压力的工作 多少客户找我 我们都 我们都要保他平安保他无险 保他赚钱 那知道 这个都是责任 因为有责任的人 就会这样做 都写大师 大师把不赚太可惜了 说还要炒生意 再回到5月24号 那一天 没人敢买 跟你讲我买到2200 我都敢拜 拜出我会员买 你买 他说我导致我真的不敢 这有没有问题 我说有什么问题 现在你要去哪里买 一张100块 多100万的 然后他六月营收也很好 这赛他老板都我跟你讲过啊 那七月份一定更好的啊 下半年还有iPhone16要来啊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没有建议大家一定要追追追 好 来到3200这边 3000块以上 我认为散户你不值得 在这档股票上多做 我认为闪户你不值得在这档股票上多做 还有小大力光啊 雅光啊 对不对 你说老师他不会涨 我没有说他不会涨 是他本身要大涨特涨 那哟 让一个托票 他应该还有点机会 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这 因为指标也在高档了 那指标也在高档了 你这个地方在买他有什么 他不会跌 是应该的啊 但是你最好等到那种 低档股票的时候多买一点 不是更好吗 所以 还有小大力光啊 不是跟你讲 小大力光 还有玉金光 到玉金光这个地方 有机会 这边的大涨 但是他反而是他什么 他指标在低档哦 这反而 如果这样子 你当选谁 要选谁 我当选玉金光啊 上一波也从那边涨了268.5块 涨了五成以上 超可怕的 他涨起来很快 所以这一定在吃货 所以我们看也知道 所以啊 尽量 这个地方 如果玉金光的低档 都不会涨 那高档的大力光 我真的不知道他 他还有多少钱可以让你赚 所以你自己好好的分清楚 那这五百五十块 那这五百五十块 就是他另外一个主顺乱 那时候开始 这都是主顺乱股票的 任何拉回街买点啊 大跌大买啊 只要不跌破五百五十块 一定不会跌破的啊 他指标在低档下怎么解破 了解吗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 下一档就是 他也是机器人视觉辨识 车用手机镜头都有淤金光 也是机器人概念果啊 他是机器人概念果耶 所以请你放心 光玄雙雄 现在是三雄之一 三雄之一 还有一个雅光 会不会再来九十块 上礼拜五十块 他收盘说你买的话 哇 今天早上送掌天板 就算他今天掌天板你没卖 你没关系 尾盘收拾96.7啊 我还怕他跌不够多耶 现在雅光在97块这个地方 我现在给 他是一个另外一个 很重要要洗 洗盘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你有九十块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没有来我没办法 因为我那时叫你买的时候很便宜 很便宜 我现在跟你讲六十块 就开始在定场 六十三点我也在买 会都知道的 很多人还跟我讲说 哎呀那股票很牛不要买 你现在买七十 再次七十三块买不到 买到最低我们会有买到七十六块以下 七十五点八 没有了 现在 所以就算你买七十七块好了 你到现在都还赚多少钱 一张赚二十块 每张就十张就二十万 那当然这个地方买点是不会再来的 我刚才已经在送你一个买点了 那我说你很大方 那有什么关系 但会不会来也不见得啊 来得最好啊 不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我有准备一档还不错的股票 那也是大抵完成 而且这是不用等 可以马上赚 希望你能跟上 因为光学股这是蛮强的 但光学股不是每档都可以做的 这个光学 像刚才跟你讲的 这个光学三枝嘛 三雄不是双雄而已 像目前认为比较有看头的 是在郁金光上面 还在指标在低档 那亚光是因为这个地方 本来一百块那边 所以整数框卡本来就要震荡一下 不可以看坏它 好不可以吗 看坏它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那你想要 想不想要知道 我们做股票是用什么方式的 你老是做股票用什么方式 是用看记录线型的 然后每天用软体筛选出来的 那个都是错误的 要靠自己 路是自己走 所以你要很认真 去了解每一家公司 它一定有内部的一些讯息 内部的讯息 听懂没有 那说老师内部讯息去哪里找到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知不知道 让你找那个找知道的人就可以了 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一句话 就是要领先 你没有领先 没有会选股 实际上 这行情涨跟跌跟你都没有关系 所以一样 我们也是欢迎你 不要去羡慕陈明店 玉邦跟宝瑞 实际上很多股票 我都跟你讲过的股票都还会再涨 所以务必把我在 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买股票的 我是希望以后不要自己买股票 因为你可以买很多 重点是要攻击在哪里 不要说买了一点你怕 所以我们要有个暑期标股班 标官标股标股 让你下令赢 持续赢 继续赢 而且这是一路发发发 188 那这电话 0800370888 你留下来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净财专线 而且明天未来我的股票 礼拜四 那时候的玉邦还没人要 你看后面都有利多 你发现我股票的利多都在后面 所以这就是我敢买 我在跌的股票的时候我敢买 因为我掌握到未来会有利多 你了解吗 你要用做这种股票做这种方式 就会让你不断的把钱放你的口袋里面 人是英雄钱是胆 你赚了很多钱之后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越来越开心 而且发到这个方法是唯一在股市 可以赚钱的方法 而且可以保护你自己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也欢迎大家 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暑期 标股班下令188号 这地方好好把握 祝福大家操作的顺利面见 拜拜 我们拒绝继续当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洞下 跟着强势股赚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带着您 与钱同行 摩托王花和淮珍